杨振宁教授,今年已经102岁,他风趣地表示,自己之所以能维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得益于家族优良的遗传基因,以及妻子翁藩无微不至的关怀,希望要争取活到108岁,作为物理学界的璀璨星辰。 杨振宁教授是费尼与爱因斯坦之后,被公认为第三位全能型物理学巨匠,在辉煌的学术生涯中,荣誉与奖项接踵而至,尤为瞩目的是,他在年仅35岁时便荣获了诺贝尔奖的殊荣,更为传奇的是,他所创立的一项理论,犹如一颗璀璨的种子,在物理学界生根发芽,直接催生了。 数学领域内的六项菲尔兹奖,被视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以及物理学等其他领域的,七项诺贝尔奖,其影响力深远而广泛。 除了作为世界文明的物理学家与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外,杨振宁教授还因他的长寿与健康状态而广受赞誉,尽管年余百岁,他依然保持着惊人的活力与健康,牙齿完好, 精神状态之佳,宛如七十多岁的壮年,这不禁让人好奇,究竟是怎样的秘诀? 让这位科学巨匠能够如此长寿且健康呢? 杨振宁的长寿秘诀,运动,饮水靠边站,重点或许在于这几点。 一,保持积极的心态。 杨振宁认为,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对于长寿至关重要。 他认为,人的心态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寿命,积极的心态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 应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减少压力和焦虑,从而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他自己就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无论是在科学研究还是在生活中,他都能够保持乐观的态度。 这也是他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良好的人际关系。 杨振宁教授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指出,与家人、朋友和同事建立良好的关系,可以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支持。 同时,良好的人际关系,还可以促进社交活动,增强社交技能和情感交流。 在与他人交往时,杨教授建议我们要注重沟通,尊重和理解,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从来不乱吃药。 杨振宁教授说,很多人身体一出现毛病,不管大病小病,有时候一点头痛,脑热,就会去买点消炎药之类的药物吃。 而我从来不这样做,因为乱吃药的后果,我受不起,后果轻的话延误病情,耽误治疗。 而重的话,又会引发其他更多的健康问题。 何必呢? 如果真的有病,还是找医生比较靠谱。 当今社会滥用医药的现象很普遍,特别是滥用抗生素。 抗生素,不管你是病毒感染,风寒还是风热,一上来就给你用抗生素,先给你挂个三五天点滴。 而且是抗生素越高档越好,这可能与现代医院,医生讲经济效益有关,但也与病人,特别是化儿的家长,求欲心密不可分。 以为只要大量的抗生素挂下去,疾病就会痊愈,且不说其疗效,是否事与愿违,只说其对人体的利弊,历史的教育好像还在眼前。 很多抗生素都有肝肾毒性,即骨髓抑制作用,滥用的后果早则几天,几十天,几个月显现出来,晚则几年,几十年以后才表现出来,轻得出现胃口变差,抵抗力减弱。 反复感冒重的,可使肝肾功能异常,甚至得白血病等等,感冒发热,咳嗽,有时候只要几集计中药,甚至一碗葱姜茶,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却非得打点滴,非得滥用抗生素,当然并不是要反对,当病情确实需要非用抗生素不可的,只要严格掌握好,其适应症用量,用药持续时间,还是应该用的。 只是想提醒人们,慎用抗生素,慎用西药,慎用所有的药物,特别是孩子与老人,更应慎之幼慎,因为孩子机体调节功能差,解毒能力,排毒能力没有建立起来。 而老人机体的调节能力,解毒能力,排毒能力都已经减弱了,药物的毒性,更易使他们受到伤害,这里也许有朋友会问,西药不能用,那我用中药不就可以了吗? 其实不然,中药也有一定的毒性,中药的毒性,是它的偏性,但不能说吃了它,就是有毒,披霜能毒死人,但是披霜,仍是一味中药,人参是大补药,若乱服也能杀人,关键看你怎么用,要有寒热温良品。 心肝酸苦,咸之偏性,人有气血阴阳,寒热虚实体质之偏颇,中药治病,是以药之偏性,纠正人体质偏颇,如阴虚内含体质者,当用温热药补之,阳胜热肾者,当用寒良药清泻之,使人体内环境恢复平衡,即中医所说的阴阳平衡,阴平阳密,精神乃至,阴阳离觉,精神乃觉, 有人说,中药补药无害,多多益善,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这更是一种误解,就拿人参为例,人参可算是补药中最常用的药了,但人参可不是任何人,都可任意服用的,对于年老气虚体弱患者,人参不失为滋补佳品,特别是野山餐,有时是急救良药,晚人生命与请客之间,但对年轻力壮,内热旺盛, 高血压者来说,人参轻则可以其鼻血奔流,重则致人非命,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杨振宁教授的忠告,生病了,先找医生 4.热爱工作 杨振宁教授一生热爱工作,即使到了高龄,依然坚持学术研究,他曾表示,工作能够让他保持思维的活跃,有助于延缓衰老 科学研究表明,保持适度的工作强度和频率,能够提高人的认知功能,预防老年痴呆等疾病,认为工作是长寿秘诀的 还有一位老人,他就是田书童教授,一百岁了,还坚持工作,从未间断,这是我的长寿秘诀,也令我自豪 田教授每天23点睡觉,凌晨三点起床,看书两三小时,再睡两小时地回笼教,然后出发到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上班 他说,只要能干下去,还想继续发光发热,2002年,79岁的田教授,离开教学岗位,专心钻研心理学,参加了心理咨询师培训班 他是班上年龄最大,学历最高的学生,也是考试成绩最好的学生,有趣的是,一同参加培训班的,有田教授当年的学生 到培训班授课的老师,也曾是田教授的学生 以前我教他们英语,现在他们教我心理,给学生当同学,给学生当学生,这也是一段去谈 田教授说,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社区,开办社区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田教授也和另外几位退休教授一道,受聘成为服务中心的专家及志愿者 开始在居民区免费为居民,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一开就是13年 有意思的是,田教授的英语在心理辅导时,也派上了用场,帮助青少年走出心理阴霾 有些孩子因此成为学霸,多年前,一个患多动症的男孩,被家长送来咨询 他在学校调皮捣蛋,还有厌学情绪 田教授不说教,带着男孩练英语听力,对口语,男孩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 人也自信了,渐渐从抑郁情绪中走了出来 如今,男孩已成为学霸,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 为了方便每天往来咨询室,田教授放弃了更好的居住环境 住在了老校区的房子里,因为年纪大了,田教授眼睛早已看不清 他找资料时,只能借助放大镜当眼镜 因为心理疗愈时需要化疗,抚慰 几个小时下来,喉咙嘶哑 他的桌上常年被一盒咽喉片 田教授感慨,他每天八十从家走到咨询工作室开工 忙起来时下班没个准点 前来探望的学生心疼地说 您都百岁了,干嘛还这么拼,工作时会心情愉悦 这是我长寿的秘诀,哪怕干到最后一天,我也会坚持 田教授笑说,这份成就感让他很满足 当然,工作也要有度,过度地工作负荷 可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五,规律的作息 虽然杨振宁在科研工作中常常需要熬夜工作 但他却非常注重规律的作息 他有固定的睡眠时间和起床时间 即使在忙碌的工作期间,也会尽量保证充足的睡眠 他认为,规律的作息,有助于身体的自我修复和恢复 对于健康长寿非常重要 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长寿,同样具有积极的影响 研究表明,规律的作息,可以维持人体的生物中稳定 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和降低失眠的风险 同时,规律的作息,还可以帮助人们 更好地应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减轻焦虑和抑郁的情绪 杨振宁的长寿秘诀 揭示了,尽管运动与充足饮水对健康至关重要 但在他的观点中,这些或许并非决定性因素 重点或许在于以下几点 保持良好的心态 均衡的饮食 充足的休息 持续的智力活动 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与积极态度 至于为何我们有时难以达到长寿 问题与我们不自觉地养成了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 这些坏习惯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危害 造成我们寿命的缩短 如果我们不想比同龄人走得早 必须要改变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第一,过量饮酒 酒是一种美味佳酿 它可以让人放松,舒缓压力 但是饮酒过量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危害 另外,长期饮酒会导致肝脏损伤 肝病,乃至肝癌的风险增加 此外,酒精还会影响身体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 导致身体失衡 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反应 例如疲劳、头痛、恶心、呕吐等等 因此,如果你想长寿 就必须要少饮酒 甚至不喝酒 才能保持身体的健康 第二,吸烟 吸烟是另一种让人们沉迷的恶习 然而,吸烟对人体的危害 是不言而喻的 烟草烟雾中 含有数百种有害化学物质 包括致癌物质 吸烟会导致许多疾病 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病 肺癌、心脏病和中风 此外,吸烟还会导致皮肤老化和斑点增多 如果你想长寿 那么就不要吸烟 不吸烟不仅可以延长你的寿命 还能让你的皮肤更加健康和年轻 第三,熬夜 晚睡晚起 熬夜成为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 然而却是一个 极为不利于身体健康的恶习 熬夜不仅容易 导致肝脏受损 免疫力下降等问题 而且还会影响身体的代谢循环 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引发精神失调 焦虑抑郁等情况 研究表明 长期熬夜不仅会加速身体的老化进程 还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和记忆力 因此 无论是想要拥有 健康长寿的老年生活 还是追求事业的年轻人 都应该尽量避免熬夜 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四,不健康的饮食 饮食习惯是人们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是减瘦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现代社会 快餐 方便面等高盐 高油 高热量的食物很普及 而蔬菜 水果 粗粮等富含营养 纤维素的食物 却被人们所忽视 加上现代生活忙碌 很多人习惯了随便吃点东西 填饱肚子 甚至已吃快餐 零食代替正餐 导致营养不均衡 长期下来 会引发一系列疾病 如高血压 糖尿病 肥胖等 加速身体的老化过程 缩短寿命 五,长时间久坐 李奶奶年轻时 是个勤劳的农妇 每天忙碌于田间地头 身体硬朗 精神绝朔 然而 随着年岁的增长 和科技的进步 电脑 手机和电视这些电子设备 渐渐成为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起初 李奶奶对这些新事物充满了好奇 她学会了用智能手机 和远方的儿孙视频通话 用电脑看新闻 学做菜 晚上还会看一会儿电视放松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奶奶发现自己 越来越喜欢窝在沙发上 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沉浸在电子屏幕的世界里 几个月后 李奶奶开始感觉到 身体有些不对劲 她发现自己的腰背部 常常隐隐作痛 膝盖也时不时会酸痛 走路时 腿脚也不如以前灵活了 更让她担忧的是 她发现自己偶尔会出现 头晕目眩的情况 记忆力也似乎大不如前 一天 李奶奶在看电视时 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腰痛 几乎无法站立 家人健壮 连忙将她送往医院 经过一系列检查 医生告诉李奶奶和她的家人 她这是典型的 久坐综合征 引起的多种健康问题 医生解释说 久坐不动 会导致血液循环减慢 特别是下肢的血液循环受阻 长期以往 容易引发静脉曲张 血栓形成等问题 同时 久坐还会加重 腰椎和颈椎的负担 导致腰椎肩盘突出 颈椎病等脊柱疾病 此外 缺乏运动还会影响身体的代谢功能 增加患糖尿病 高血压等 慢性疾病的风险 而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 不仅会导致视力下降 肝炎症等眼部问题 还会影响睡眠质量 进一步加剧身体的疲劳和不适 听完医生的解释 李奶奶恍然大悟 她意识到 虽然电子设备 给生活带来了便利和乐趣 但过度依赖它们 却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了伤害 在医生和家人的鼓励下 李奶奶开始调整自己的 生活习惯 减少了每天坐在沙发上的时间 增加了散步 坐操等轻体力活动 她还学会了定时休息眼睛 减少长时间 盯着屏幕的时间 几个月后 李奶奶的身体状况 有了明显的改善 她的腰痛和息痛减轻了许多 走路也变得更加轻快了 更重要的是 她重新找回了 对生活的热情和活力 每天都能以更加饱满的 精神状态面对生活 虽然电子设备 是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适度使用 避免长时间久坐不动 保持适当的运动量 和良好的生活习惯 才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关键 五种公认的长寿食物 若常吃四个以上 或许将有助于健康长寿 一、紫甘蓝 紫甘蓝是一种富含营养的蔬菜 经常吃紫甘蓝 可以补充身体内的营养元素 对身体有很多好处 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K 叶酸和膳食纤维 有助于降低心脏病和癌症风险 其中所含的抗氧化剂 能够抗炎和解毒 有助于保护身体免受损害 二、粥 从饮食习惯看 长寿老人大都喜欢喝粥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马银初和夫人张贵君 都是百岁老人 两人尤其喜欢喝粥 每天早晨 他们都充燕麦片粥喝 从不间断 老人最适宜常喝小米粥 体弱多病的老人 可以用小米粥滋补身体 小米医五脏 厚肠胃 充筋液 撞筋骨 长肌肉 清代有味名医说 小米最养人 熬米粥时的米油 胜过人参汤 三、玉米 玉米是一种粗粮食物 也是一种减肥的主食 它富含维生素E 卵磷脂等物质 可以有效预防动脉硬化 而动脉硬化多发于老年人 因此 对于老年人来说 经常吃玉米作为主食 可以有效预防一些疾病 还能控制碳水摄入 维持身体健康 四、白云豆 这种食物为人体提供了 大量碳水化合物和丰富植物蛋白 还含有胡萝卜素 和维生素B等多种 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 这些物质可以很好的 补益脾胃 也能促进人体代谢 从而提高身体各器官功能 五、牛奶 在现代生活中 很多家庭 都有早晚喝牛奶的习惯 牛奶富含丰富的营养成分 如钙、铁、鑫、锡和蛋白质 尤其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 喝牛奶可以补充身体的营养 让身子骨硬朗 如果条件允许 可以每天喝一杯牛奶 长寿者通常展现出哪些显著特征呢 一、心血管强健 长寿者往往拥有 较为健康的心血管系统 即便体内存在血管斑块 其血管也保持相对畅通 不易出现严重狭窄 且低密度脂蛋白水平 维持在较低范围 有助于减少心血管疾病风险 免疫力卓越 它们具备强大的免疫系统 能够有效抵御病毒和细菌的侵袭 日常较少生病 且自愈能力强 能够迅速从疾病中恢复 肝脏功能优异 肝脏作为人体排毒的重要器官 其健康状态对整体代谢至关重要 长寿者的肝脏功能通常保持良好 能够高效处理体内毒素 维持身体机能的正常运转 四、高效的细胞修复能力 科学研究揭示 长寿人群可能拥有独特的基因背景 这些基因 使得它们在DNA修复方面表现出色 从而有效延缓衰老过程 减少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发生 对此 杨振宁教授非常认可 我爷爷叔叔父亲都患有糖尿病 但是我的母亲 给我带来了好基因 我的兄弟姐妹包括我 没有一个人得糖尿病 我母亲的爷爷有六个兄弟姐妹 个个都长寿 最短的都有八十多岁 所以我想我的母亲 遗传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基因 五 出色的身体素质 长寿者往往拥有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自律精神 这使得它们的身体状态极佳 具备强大的身体素质 它们较少受到感冒 发烧等常见疾病的困扰 展现出非凡的健康活力 虽然我们普通人可能难以达到 杨振宁先生那样的身体条件 但我们可以从他的生活态度中 汲取灵感 学习他积极乐观的心态 持续学习的热情 以及自律的生活方式 在岁月的长河中 我们也可以通过 寻找自己的情感寄托 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由 来享受一个 清闲自在的晚年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